哈林传开心手术 伊能静怒抱平安 7月才在舞台上欢度53岁生日的哈林于晨庆 昨天入驻台北荣民总医院VIP病房 今早八时传疑心律不诊 动了微创手术 经纪人却代为声明 表示是做比较精密的心导管检查及治疗 她在姐姐姐夫以及工作人员 陪伴下于恢复式禁养中 若无大碍渴望两天后出院 此时前妻伊能静跳进来 在微博报自己的平安 远起45岁想怀孕的她 日前被直击面无血色 出入都要人搀扶 说巧不巧在哈林开刀这天 她宣布自己很健康 并祝大家安好 网友自然且自动的把两社连接了 你搀扶到卡刀主缘了你早嘛 应对得起哈林嘛 哇伊能静看了是忍无可忍啊 再登微博大叔挤怀 当时又不开口外人没资格介入 于是呢当事人卷起绣管自己插手了 PO出疑似哈林开刀前和她互通的简讯 她还加码爆料呢 我们彼此都有在意的对象 一指这个哈林呢也有感情归宿 找娘要叫秦号根本记不到哈林 她再婚消息与前夫心病无关 虽然她强调了 沉默守护鼓励才是爱啊 但老实说她不成不默地 抢走了不少聚光灯啊 他妈的爽啊 哈林生活规律热爱运动 参加过铁人三项 却于半年前诊断出心率不整 她7月底刚结束了巡演 在舞台上才跑步机 绕着小巨蛋飙单车 还吊钢丝游回了舞台那 干净有氧体力活 实在很难想象这样的 她心脏不好啊 医生说呢 心理因素如长期压抑 也会影响身体 苹果鱼浪爱早日康复报导